大家好,歡迎身體小影頻道 今次會和大家分享你們最期待的淘寶敗家日機 今集主要是圍繞著春末初夏買的衣物 都有塗到其他東西,我再和大家一一分享 我就會挑戰一下買30元人民幣以下的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是超過預算的 不過大部份都是30元人民幣以下的 來到質素也不錯 好,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手機 好了,超級漂亮 讓大家看看 它是有我的中文名字的碎字 和BabyShare的碑字 整個殼都是透明,超漂亮 就買了這個粉紅色的iPhone 好棒 這個殼我買了30元人民幣 它是Taylor Make的 你下了order 它要做你這個殼是有些時間才會發貨 大家要注意 好,接著就說衣物 先說了鞋子 就是這一雙 叫做方口鞋 其實比較成熟封一點 我覺得它可以配到我很多不同的春裝衣 斯文的款式 就有一個很簡單的 蝴蝶結 在這個位置 我想說 因為我之前在淘寶買了幾次鞋子 都是中伏的 但這一雙竟然是出乎我意料之中伏的 不過它好像要50多人民幣 不算是最便宜的 裡面的鞋子 是做得超漂亮的 它的底部貼得超好 可以配到一些漂亮的碎花長裙 一些普通的牛仔褲 闊腳褲都很漂亮的 今年其實都很流行一些喇叭袖 碎花 和草跡類的東西 我都在這三樣東西裡面 買了一個小的 那今次其實我買了很多很多橫色的東西 第一件就是草跡類 就是一條這樣的小背心 穿著頭部 就是這樣拼上去 它的草跡看起來是很春夏 有幾個顏色 有咖啡色和橫色的 那我就買了一個橫色 它的質地就 我覺得它拉拉拉鬆的質地 10-20元就不跟它計較了 特別喜歡它這個位置 是有半圓形的花邊 那我就會搭一些半折的碎花裙 或者褲腳褲都會搭到的 這件其實有一點出貓的 因為其實我在IG story 都有問過大家 淘寶爪相似了好久 都找不到比它便宜 因為它是春裝來的 因為長袖 但很薄身 絕對是還能穿得到的 在SAI那裡買的 我想是它們自己設計的 拿布 它是一個V領的設計 我特別喜歡它 下面這個位置 是有開叉的 超級漂亮 我覺得只要一條長裙 有開叉的設計 它整件事就不同很多了 高挑很多 它還配了一條帶 當然有些人會綁腰 但其實我覺得綁在胸後 都很漂亮 我真的外面找不到這個Cutting 這個款式的衣服 是一個橫色加一些 黑色線條的花 看起來很清的 穿出來也很絲綿 很腰 有氣質的感覺 氣質這些東西 不是人人都carry到的 黏著這回事 是不能夠買的 第三件 橫色 這件就是橫色的吊帶上花 我裡面會穿白色T-shirt 上面那些花 我覺得是像一個 咖啡色 橫色的梅花點 穿出來也很好看的 我都試過穿了 拍過照片擺上story 裙子擺是做一個魚尾裙設計 這些魚尾裙就會累入味重一點 但非常之好 然後第四件就是 它又是一個有少少魚尾裙的 但它就沒有開叉 我剛才買過兩件 它的質地是再薄一點 但比較欣賞的是 前面是沒有橡筋 後面是有橡筋 V size的裙子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會穿鼻子 旁邊是有拉鏈的 其實通常 什麼裙子有拉鏈 這裡有拉鏈 證明它不能夠拉上去 不做得不夠鬆 拉上去 所以它這個位置是很貼的 它就是想修飾 來腰部去臀部的線條 所以你腰部 穿這條裙子 就會很漂亮 我沒想過30元的裙子 會有這樣的設計 我這幾件衣服 全都不是同一個店鋪賣的 因為我也是找到這個款 然後我就把這張圖 CAP了去找相似 然後就找一個最便宜 但又多評價的來買的 是一條粉紅色的半身裙子 我覺得它這條裙子是有色差的 我本身呢 在淘寶那張照片裡 是一個很淡的粉紅色 但它來到是一個 比較深色的粉紅色 但它也一樣 它是有拉鏈設計的 如果穿上去的話 那條腰部就會比較漂亮 但是有點像我在韓國買的那條 不過這些也挺划算 可以搭很多衣服 上身搭T-shirt 現在吊帶 或者針跡都OK 那下半身呢 我就再買多一條 在淘寶搜尋的字眼裡面 你必須要搜尋 就是這樣 哇 這條裙子 真的要好好地和大家吃飯一下 比以前瘦之後 肚子的位置都很多肉 其實都很擔心穿貼身的裙子 會很現肚腩 但我真的沒想過一條 二十多元的裙子 這個設計 是很修肚腩 穿完之後呢 會比起我穿其他裙子更加修飾 有一點點的余美設計 還有這個磚紅色是非常顯白的 那一樣 它是有拉鏈的 因為這些是比較貼身的裙子 做了拉鏈 那我剛剛買回來的時候 我會很生氣的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條 鎖位的打底褲 其實形圖沒有切的 我自己也是會再穿打底褲 拉鏈這個位置 本身是縫起來了 我開了拉鏈 看到內襯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我呢 我呢 就搞定了 布料上面 車子的線尾 會拉拉鏈困到的話 你就把它剪掉了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茶癡的 整件事 穿出來是非常之好 然後呢就是一件衣服 灰灰的淺藍色 它就是一個喇叭袖 好像不是買太多喇叭袖 出來是非常女人味的 所以就要慎選它的設計 超級喜歡 超級喜歡 這個呢是一個 再清新一點點 有藍瓜色 粉藍粉紅色 是雷麵的一件睡花 我趁那件淺藍色的外套 漂亮到有點點 這條裙 穿出來是超斯文 我買這條裙的原因有兩個 一呢 是因為它這個吊帶 你可以自己調節長度 因為這件呢 我是打算單穿的 所以它呢 有這個調節長度是非常之重要 那第二點呢 就是它是有鯉的 因為一件白色的碎花裙 在淘寶買呢 是很容易透 那它裡面的鯉 是比外面更厚的 我就比較不喜歡單穿一些 吊帶的 那我通常都會配外套來穿的 那我有想過 譬如把這件衣服 穿在裡面 是不是很漂亮呢 其實我呢 淘寶是沒有停過的 我接下來呢 還有一件衣服 衣服 衣服 鞋 帽子 還未到 那我呢 到了課之後呢 我就再拍片給大家看了 那希望你們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呢 就記得讚好留言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的時候按下旁邊的鐘 那你就可以在我出現的時候 第一時間收到我的通知了 第二呢 就是一定要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就會更新我的story 即時可以知道我在同步看什麼好東西 還有呢 就是有一個手帳手繪的IG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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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